港珠澳大橋貪污真是正宗醜聞 問題就是很可惜我們尊貴的立法會議員 似乎仍然是摸不著頭腦 所以沒有什麼人出來說 還不是一個方法 香港金七招牌毀於一個項目 豆腐渣竟然嚴重大陸未出事 說來說去就是典型的不是解困角度 由解困角度去看 其實最低限就有三個層次要去處理 但是在這三個層次裏面 有一個層次我和你都處理不了 就是工程上 工程師就是最厲害去解決問題 工程師就是用工程去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要由這一點過到這一點 那怎樣建立這條橋呢 那條橋就是答案 但我們沒有讀過就解決不了這件事 還有那些技術性的分析 都不是你時事評論員可以加把嘴上去的 所以基本上第一點就是 那條橋現在如何收科的工程問題呢 就不用那些議員說那麼多廢話 譬如那些議員說要快點驗得清楚一點 政府快點驗得清楚一點 多餘了 你覺得爆得這麼嚴重 政府不會快點驗得清楚一點 這些人完全是 我覺得不需要說的 你多了些什麼資料給政府 多了些什麼資料給你的選民和受眾 反而第二個層次 我覺得就不知為什麼民主黨沒有吃著條水繼續去 就是同一間公司處理的項目 過去五至十年 牽涉到碩士這一部分 其實沒有人都染過了 分分鐘其實他們幾年前已經用不合規格的碩士的時候 可能那些工程會不會出事呢 除了建橋之外 他們有沒有其他事情做的呢 有沒有樓呢 有沒有公屋呢 有沒有其他基建呢 就是分分鐘是第二宗沿水事件 他們又應該出來 就是了 沿水事件 黃碧雲搶到幾盡 那為什麼現在林卓廷不用同一個方法 去搶 那其他實施有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現在看到民建聯的陳恆濱 出來說 民主黨就說 請問你建政派說我不做 就是不要這樣 這個反而我覺得這個答案是可以問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政府告訴我們 牽涉這間公司和碩士有關的項目 總共過去十年有多少個 你們有沒有信心這些 碩士是真還是假的 這個我覺得絕對可以 就是要研究 絕對可以研究 這個答案都還沒有詳細去討論 有沒有叫政府交代 這個不知道情況如何 我們錄影完之後的 下午就記者會召開 記者會交代事件 不知道會否到時有人會問 所以我們就提醒 第二個層次的解困 一定要去 就是跟這間公司相關的項目 這個可以說是商業的層次 第一個就是工程層次 第二個就是商業層次 商業層次牽涉多少政府的項目 多少項目是關他事的 會否那些都有問題 第三個層次 就是我們叫政治層次 就是政治的層次 這個跟第一個層次有關 第一個層次就是工程 剛才你也說得很對 都是兩個方法 就是工程的角度 第一就是 就是拆掉它 再建一個最實際的企業 第二就是加固 就是加固 鞏固工程 你也說珠澳大橋 珠海和澳門 中央都不肯跪 不可能 不可能 鞏固也好 拆掉它起櫃也好 都要牽涉 錢 錢從何來 當然要告那些公司 因為一個工程學部牽涉的錢很大 你如果一間公司建幾個屋苑 你一個屋苑出了事 你不可以拖累另外一些屋苑 所以通常 A屋苑有A屋苑公司 B屋苑有B屋苑公司 C屋苑有C屋苑公司 你賣光之後 那間公司賣數 就可以取消登記 就接了它 會不會港珠澳大橋 雖然背後是一間巨型的國際公司 這次又不要賴內地公司 其實真的是國政 他總部在美國 國際企業 美國人會不會這麼蠢 被你拉到總部 不會的 當然你可以告他 但你和美國公司打官司 法律就有時間搞了 那你就有時間搞了 那你是不是要快點埋尾這個項目 如果這個港珠澳大橋要快點埋尾 無論是鞏固工程還是拆掉的起床 都要問立法會拿錢 你問立法會拿錢 現在建制和非建制派都在罵的時候 即是說政府要 又有牌要拿錢 而且政府要講得到那些議員 怎樣你才肯付錢 什麼條件你才肯付錢 這就是我覺得最難搞的地方 其實第三層 如果有些議員堅持要拆掉他再起床 那你就會被拘捕拆掉他再起床 當然 因為立法會都是建制派為主 可能最後這件事都是建制派 看看上面的北風吹成怎樣 如果是鞏固工程不搞得怎樣 那鞏固工程牽涉多少億呢 一直問立法會拿錢一便 就繼續告那些公司 這個似乎是政治 或者金錢上的層面 要去尋找的答案 所以說要去尋找那個餅 會誰去尋找那些東西 還有一個玉口 然後我們給亂來